诗篇第27篇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救恩,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避难所,我还拒谁呢? 那些作恶的,就是我的敌人,我的仇敌 他们逼近我,要吃我肉的时候,就半叠扑倒 虽有军兵扎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发动战争攻击我,我仍旧安稳 有一件事,我求过耶和华,我还要寻求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中求问 因为在我遭难的日子,他必把我藏在他的帐篷里 把我隐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 又把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可以抬起头来,高过我四周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帐幕里,献上欢呼的祭 我要歌唱,送赞耶和华 耶和华 我发声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 求你恩待我,应允我 你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的心对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求你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发怒赶足你的仆人 你一向是帮助我的 拯救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撇下我,也不要离弃我 虽然我的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却收留我 耶和华 求你指示我你的道路 为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照着我敌人的心愿,把我交给他们 因为有做假见证的人起来攻击我 并且口出凶暴的话 我还是相信 在活人之地,我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恩惠 你要等候耶和华 要刚强,要坚定你的心 要等候耶和华